子彤,你很聰明 你活出了自己的生命 小時候幾歲的人 就要面對一個重大的手術 你很喜歡Ironman 但是我沒想過 你會用什麼方法去鍛鍊自己 成為一個Ironman 大家記得快點訂閱 TVB中藝的IG、Facebook和YouTube 喜立 敬禮 敬禮 Good Morning,Tony Sir 今天我們的課題就是講歸生死 今堂就有個功課給你們 就是一個死亡症 大家填了它 裡面所有資料你都盡量想一想 包括你將來的死因 包括你的職業 最重要的一個環節 就是叫做申報人的簽署 好了,你覺得自己死亡日期 和地點會在哪裡 你是不是很喜歡創作或者劇本 你為什麼寫被人刺殺呢 因為太有錢 你以為你是將來是一些元首級 總統被人刺殺 因為太有錢 做金融大老闆 金融大老闆 然後怎知道被人 因為太多錢刺殺 哥哥就最認真 好了,你本身的職業就是醫生 123歲,老死 最後申報人的簽署就是你的子女 地點就是醫院老死 好,這個很正老 我有幻想過自己是會老死的 我是想過自己會長命過122歲 因為可以陪家人久一點 還可以抱健力士世界紀錄 但是123歲才死 那你旁邊那個 幫你簽署是你的兒子和女 可能他都死了 你這麼大年紀 又這麼健康 如果他們兩個真的都死了 那我就會繼續找下一代 如果沒有下一代 那就真慘了 我也不知道誰幫我寫 你人生想活到28歲而已 挺好 為什麼呢? 世界很多很繽紛的東西 世界多美好 你有很多地方沒去過旅行 為什麼28歲是想寫呢? 我覺得28歲已經生活夠了 我不希望我這一生人 天天在這裡打工 打到65歲 退休 那我這一生人都沒什麼 沒什麼精彩的東西 我不覺得自己想什麼好灰 我覺得一個短一點的生命 都不是很慘的 從我這個角度看 我覺得 可能生活到28歲都已經夠了 申報人簽名呢 是誰幫你申報的? 媽媽 媽媽幫你做這件事 你不覺得很痛心嗎? 她還要幫你簽這個死亡證 白頭用送黑頭人 我可不可以寫給街邊的街坊? 如果我找我親朋戚友 知道我死了 已經可能有點傷心 那還要幫我簽買這個字 不如找一個跟我沒有關係的人 他們又不會覺得很傷心 生前派對 其實我覺得是好的 如果給我 我都會搞 我就不會說給所有來的人 告訴他 是生前派對 就是來到相處、聊天 然後跟他說 這次是最後一次 我挺想這樣去完結的 我叫Grace 我們的機構主要是推動生命自主管理 我們會叫朋友 預先設定自己的身後事 如何安排 或者臨終的一些安排 例如預設醫療指示 生前派對 我沒有聽過生前派對 我覺得生前派對 有點像跟喪禮一樣 差不多 爸爸媽媽他們沒有反對 因為他們也想讓我體驗一下 這個生前派對的感覺 Tony哥哥 又說帶我們去派對 幹嘛穿白癡牛仔褲那麼兇 我們尊重場合 今天是子彤的大日子 是他們要求我們這樣穿的 大日子? 他今天生日嗎? 不是生日派對 是生前派對 差不多了, 生一隻字而已 對, 生一隻字 但是生一隻字 意義就已經整個反轉了 快點, 子優在等我們 我覺得派對應該會開心 但是生前應該跟死有關 我覺得生前派對是開心的 因為說明出生前 出生之前搞派對 當然開心 我覺得快死的人才會搞這些派對 大家好, 我是生命順禮師阿清 歡迎來到子彤的生前派對 今天我們在場的每一位都聚在一起 一同回味 是子彤由出生至今 和大家走過的點點滴滴 我是子彤爸爸 我是子彤媽媽 為何讓子彤去做生前派對的主角呢? 因為探討這個生和死的馬蹄 我覺得都挺特別的 做父母也是教她做事 跟她一起去經歷一些不同的學習 很少就是從子彤的口中 聽回她自己的一些感受、看法 讓她做這個主角 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了解多些她自己內心的感受 這個時候, 子彤和爸爸媽媽 各自都有些心底話 有些愛意想跟對方說 不如我們一起聽聽子彤的分享 有請子彤 我平時可能有時候 我做錯了些事情 我自己會轉流過尖 有時候我會想多了 或者有時候可能你們其實 是純粹給我意見 但我就會想到 你們好像在說我一樣 我都很想跟你們說一聲對不起 我經常都控制不到自己 那些情緒 經常很想黑臉 就是控制不住自己這樣黑臉 經常都激怒到你們 令你們很激氣 但我也要感謝你們 一直這樣教我 以及一直教我 成長有什麼道理 要去注意或者要去做出來 要不要經常把情緒放在臉上 很感謝子彤的分享 最感動的部分 一定是她說對不起 以及謝謝你 這是一個成長的過程 裡面一個很重要的階段 就是懂得反省 她真的很成熟 她真的 子彤你很聰明 你活出了自己的生命 同時間你那種的創意無限 都點亮了很多朋友的生活 你成功地活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裡 小時候幾歲 就要面對一個重大的手術 也都試過一年裡 砍穿三次頭 連三次針 你很喜歡Ironman 但是我沒有想過 你會用這個方法去鍛鍊自己 成為一個Ironman 你很厲害很厲害 完成每一個的考驗 她爸爸說話的時候 最觸動了我 因為我爸爸應該不會這樣跟我說話 我就想像到 如果爸爸這樣跟我說話 我應該會哭了 我覺得最感動的是 爸爸媽媽在這個台上 說話的時候 那時候是最感動的 由我出生那時候 那時候很驚訝 那些我都沒有想過 原來是這麼驚訝 那些眼淚都會在眼眶裡徘徊 很感謝子彤 將這麼有意義的處世態度 和大家分享 來到這個生前派對的最後 我們都希望有一個 互相祝福的時間 就是為了大家準備了這個 玩泡泡的時間 這個玩泡泡的意思 其實就是代表 我們心中想著最美好的祝福 願望 然後一起用力 吹出這個泡泡 希望大家擁有最美好的幸福 希望大家擁有最美好的幸福 感恩